李克强讲话被封沙州南海面对难题非常尴尬,马拉西亚变天马哈迪尔访华赤中共新殖民主义。 周一8月20日,正在北京访问的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迪尔,在与中共总理李克强举行的联合记者招待会上,直言不讳,在要求公平贸易并呼吁反对新殖民主义。 13日,马哈迪尔表示,此行将会寻求取消由前任政府与中共签署的两项一带一路基础建设计划,他还指责中共污藏马国通缉犯刘特索。 8月20日上午,马哈迪尔与李克强举行联合记者会,之后会与习近平会晤。 路透社报道年满93岁的马哈迪尔,在回答李克强的问题,是否同意对坚持自由贸易达成一致的时候做出了这样的回答我,同意你的观点及自由贸易应该是可行的,但是自由贸易当然也应该是公平贸易。 马哈迪尔说,我们不希望出现新版殖民主义,因为贫穷国家无法与富国竞争。 时事评论员文昭在自媒体节目中表示,马来西亚对中国是变天不翻脸。 马哈迪尔访问中国大陆嫌反复强调,要取消前总理跟中共签署的不公平的一带一路项目。 马哈迪尔13日接受美联社专访时表示,此行将会寻求取消由前任政府与中国签署的两项一带一路基础建设计划,涉及资金逾220亿美元。 马哈迪尔马哈的表示,鉴于马来西亚目前债台高助手,要置物是偿还积累的债务。 虽然欢迎中国投资也盼望两国维持良好关系,但前提是投资按序列马国受贿,他也坦言不认同与中国交好的前首相纳吉,Najib Rezak 2016年签署的两条天然气管道,以及已于去年动工,全线达688公里的东岸铁路线等建设计划。 中共在马来西亚的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建设的核心,是前总理纳吉布和中共在2016年达成了688公里、430英里的东海岸铁路和两条天然气管道的交易。 涉及于200亿美元资金马哈迪尔上台后,下令临时停止中国融资到200亿美元基建项目,并寻求重新安排有关的事项,甚至可能完全取消基建合约。 马来西亚官员指称,其中的铁路工程以及天然气管工程造价似有掺水之嫌,其中有部分款项,被转移到一马基金。 马哈迪尔还停止了与中石油签订的价值,超过23亿美元的两个项目的工作。 这两个项目与一马基金贪污案有关此外,马哈迪尔没有在中共的招待会上提及一马基金丑闻的关键人物刘特佐。 Lotico这位马来西亚金融家,因为涉及一马基金,按受到马来西亚的通缉。 华尔街日报周五报道,趁马来西亚相信刘特佐隐藏在中国,在马哈迪尔为期五天的访问期间要求引渡,刘特佐将是他的重要议程。 指一这个话题很敏感,李克强敢谈官媒,好像不敢报港媒香港01,香港商业电台及香港网媒线报,在报道李克强与马哈迪尔的会谈,时都提到李克强就中美贸易战发表了看法。 李克强说贸易战没有赢家,如果发生贸易摩擦,在短期里可能会给一些国家带来某些期待的效应。 但从长远而言,将冲击自由贸易体系,但蹊跷,的是中共国务院官网的相关报道对此却只字未提,新华网就更离奇直到北京时间。 今天下午四时,都还没有刊发一篇李克强接待马哈迪尔的报道。 在李克强报道专辑栏目中,最近的活动还是在上周四8月16日听取吉林长春长生公司问题疫苗案件调查情况汇报,文昭马来西亚对中国是变天不翻脸。 时事评论员文昭在自媒体节目中表示,今年5月份年雨九旬的马哈蒂尔当选总理之后对前任政府从中国引入的一带一路,大型接近项目,踩了晋级刹车这叫变天。 但是新政府仍然强调,中国是马来西亚的最大贸易伙伴,欢迎中国企业去马投资等。 文昭说马哈蒂尔这次来北京其实主要是谈这些巨大的烂尾楼工程。 东海岸铁路已经从去年开始动工马哈蒂尔的立场也几经变化先是主张取消,因为可能支付最多达五十几亿美元的违约金。 马来西亚政府也已经支付了部分款项取消项目损失太大于是马哈蒂尔又主张去和北京重新商谈让北京大幅降价。 他也提出过冻结项目长期推时的主张文昭强调总之这次马哈蒂尔去北京释出难题来了对中共领导人是一次非常尴尬。 续分非常不愉快的峰会阿波罗网零一综合报道。